美聯儲公佈的最新9月會議紀要 可以說是為在較短的時間之內的 加息是奠定了基礎 但是對於具體的加息時間點 仍然是存在內部分歧 美聯儲公佈9月會議紀要 顯示多名具有投票權的 美聯儲決策者認為 如果美國經濟繼續走強 將可能會迎來短期內的加息 美聯儲公佈9月會議紀要 對此得意認為 美聯儲9月會議紀要與美聯儲 將在12月會議上加息的觀點整體相符 而且從整體會議紀要上看 美聯儲的官員們不認為 美國經濟面臨什麼重大風險 大多數的委員認為影響經濟的風險因素 已經近乎平衡 同時早前公佈的9月非農就業報告 也同樣顯示出 有更多的人回到勞動市場當中 薪資的增幅也在不斷增加 消費者的信心也處在較高的水平 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對於加息的預期 但市場上仍有令人憂慮的因素 例如英國脫歐後英鎊創下了 30多年以來的新低 這也將助推美元走強 或許將不利美國的經濟 而且IMF也下調了對於 美國經濟增速的預期 對於年內美聯儲是否加息 也需要等待美國總統大選的最終結果 亞台第一位是綜合報導 好 今天直播間我們請到的嘉賓 是經歷風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 黃德基先生 就財經關注點來進行解析 你好 歡迎您Dicky 謝謝您好 好 我們來重溫一下 這個美聯儲的9月份的會議記樣 其實來看得出來 內部對於這個加息的時間點 究竟是什麼時候 還是存在非常大的分歧 那麼現在包括有一些 有投票權的這些委員 也是一致認為說 如果美國的經濟 可以持續走強的話 那麼應該是在相對短的時間之內 加息會比較好一些 那您怎麼來看在短時間之內 這個美國的經濟 有可能會持續走強嗎 短時間之內加息 還是要等到大選之後 這個基本上就是市場 已經有一個長子的 一個很同意的這個看法了 當然這個也是很合理 當然如果要說這個政治方面的 這個變數 就是我們常常說一天都已經太長了 雖然從現在的角度 這個Hillary就是贏出來的機會 還是比較大 不過我們不可以排除 任何黑天鵝的時間的可能 當然從現在的角度 我認為12月就是把聯邦資金利率 目標利率上調25個點子 跟去年同一個月份做的一樣 基本上已經是市場 已經有長子的看法了 稍後我可以再分析一下 比方說從利率市場 你看這個Light Boy 已經占到了一個 相對比較高的水平0.7以上 也反映了這預期在12月 有機會把利率上調的這個預期 還有一點就是在 從過去幾個月 我們看到美國的 一切的經濟的數據 不論是就業市場 或者是資產市場 總的來說還是表現非常的好 這個也是奧巴馬總統 他很自豪的一個事情 我成功的把這個 市業率就是降到5以下 就是很久沒有見過那麼好的這個市場 這個也是事實 因此從最近他們的經濟數據來講 還是有這個加息的這個空間 當然通脹就是 也不是一個很高的水平 也就是給予他們在未來去年 如果真的要把這個貨幣政策 在收緊的時候 還是應該有多一點的這個空間 因為說到這個貨幣政策 在本週五的時候 那這個貨幣市場上 美國的貨幣市場 這個新規會開始實施了 對了 剛才你已經說到這個Libre 有一個大幅的上漲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 在前三個月的這個 美元的上漲的Libre 已經是超過了42% 對 可以說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來的 好像這個最大的一個漲幅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如此之高的 這麼之大的一個漲幅 而且新規對於這個貨幣市場的影響 究竟有多大呢 好的 首先就是對於市場來說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要分析未來聯邦資金目標利率的這個走向 除了這是我常常在節目當中說的 這個Yield Curve 就是這個債券的收益率 對 Libre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當然技術還是低 相對於以往 不過呢 這是已經漲到了 就是金融海嘯之後 已經是一個最高的這個水平 其中一個原因 剛才零琳你提到了 這是美國的這個新的法規 就是所有的money market fund 就是貨幣的市場資金 在過去我們的概念很簡單 貨幣市場資金是不會陪伴的 就是有一個1塊的這個NAV 不論是市場如何 只要就是我需要贖回拿資金的時候 就可以拿了 現在這個新的規定很簡單 就是首先貨幣市場資金還是有波動性 不可能就是永遠維持在1的這個NAV的水平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但如果面對一個市場出現很大的這個波動 不論是國際市場或者是貨幣市場 或者是利率市場 或者是什麼樣的市場也好 總的來說有一個不正常的一個波動呢 就是一些貨幣市場資金 它可以拒絕就是持有的人 就是賦回現金的 當然它一定可以拿回現金 不過可能要付一定的費用等等 因此呢最近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情況 就是很多的投資的資金也是從一些 私人的一些的貨幣市場的資金呢 就是拿到去一些政府的一些 上官的一些產品當中 就是去避免這個新規 對於他們的這個投資 帶來的這個波動性 因此呢這個事情也反映了在這個 這個拉伯這個身上 當然還有一點也蠻重要的 就是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人們幣是相對下跌 對於一些的內地的企業來說 他們還是比較困難 因為當如果他們在過去 帶了美元的貸款 如果人們幣繼續貶值的時候 相對美國的美元是比較長 還有美國的這個美元的利率 還是有這個往上走的這個空間 雖然很小 不過還是有這個空間 對於他們來說 這個還款肯定越來越困難 因此呢對於個別的一些的 內地的企業 他們如果有一些的 比方說美元的貸款 他們就就是有這個樣子的這個做法 就是把人們幣兌換成這個美元 去還提前就是上還 當然如果真的沒有能力 也沒辦法就是還一些的 美元的這個貸款 這樣子的這個情況呢 也成為了這個內地 就是走高的 其中這個比較 不算太集結的 不過很有關的一個原因之一 這也就是說你剛剛說這個新規 對這個貨幣市場來說 不會再像以前一樣 有一個保底和保本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依然你還是要承擔這些風險的 那包括剛才你也說到 現在這個中國的債務人方面 可能對於這個Libre的提升 就因為它要加速來兌換美元 來這個分散一下 提前分散一下它的這個風險 然後問題就來了 就是加速這個還款兌換美元 美元繼續走強 人民幣繼續走低 這個就是會什麼漲值的原因 對 好 謝謝DQ